这个是我便携约卡丁车工装胎具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以往我们焊接轴承上面法兰的时候 因为焊接的热变形很难能保证法兰和这个轴垂直 所以经常一点焊上之后这个法兰就偏了 比较笨的办法呢就是转着 然后不断的焊不断的轻敲它 通过几个焊点然后把它找正 这样就会好一些 其实像卡丁车这种车型的话 速度不是特别高的话 法兰盘其实也并不一定非得是绝对的垂直 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误差之内 就不会掉链了 不过现在用DIY的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很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断的 从工装上面含接下来的发烂盘 它的垂直度就非常好 根据不同的车型 可以做不同的胎举 适应不同的轮距 还有发烂盘的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